记者蔡淑苑台中报道,台中北吞曲二重西又传出大量鱼群集体暴毙,今天被发现鱼石不满溪面,令人触目惊心,环保局初步调查一次上游输浚工程阻隔水流,下游缺水且溶氧量不足,造成鱼群缺氧致死,至少轻出600公斤死鱼,以采燕水值并进一步追查开罚。 二重西河段去年4月因上游成一场大火,染剂排到西中导致大量鱼群暴毙,现有有鱼群集体暴毙,从太原路附近从景弦六路至八路的西段便不于失,是一元县民园服务处主任歇嘉宜今天接获民众通报道场查看,发现水位甚浅,水流停滞不动,几乎是一滩死水,鱼群难以存活。 环保局积查大队长王宗邦指出,三日晚间接获通报派员查看,现场无工程单在施工,初步采样水值发现酸减值温度,重金属无异常,但水中溶氧量仅一。 63MGL,2MGL以下会造成鱼群死亡,造成鱼群缺氧集体死亡。 环保局查核无可依工厂违法排放废水,询问附近民众在上月30、31日,水利局委外包商进行输浸工程,勾取土时阻隔水流,造成下游缺水流量不足,水位过低。 将行文水利局调查并在施工时注意基础水流量隔天清洁队也进行捕捞工作,清除600公斤死鱼。 水利局事后调查并向当地里长察证值两天施工前的吸水水位。 就地在输菌过程也有保持基础水流,认为不适施工造成。 市府表示,根据水污法规范,如有施工造成水质或浊污染,可依水污法开罚三万至三百万。 如果是斜断水,则要以水利相关法规查处。 环保局将加强稽查并带进一步水质报告出炉会进一步就则,如果当场查或施工污染,则会依法开罚。 谢家遗憾附近居民说,该西断生态家,渔群丰富,却已在发生人为事件导致渔群集体暴毙事件,希望工厂或施工单位能谨慎爱护,相关单位能加强机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